我們是五爺騎士團 我們是五爺騎士團 你的英雄如何?你的Figure也別如何? 來! 3、2、1 回來了 五爺騎士團 要不需要這樣一聲? 要啊,今晚比較神秘 為何會這麼神秘呢? 因為那套吸血鬼那套戲上了 這套好像不太神秘 要配合 我不是配合那套戲 我是配合吸血鬼這個神秘的形象 哦 繼續用這個聲音說話 我想會不會是睡著 一定會 I'm Batman 你不覺得像嗎? 其實Batman有少少是像 他也是有這種 即是老實說 吸血鬼也是一個大斗篷 傳統概念的大斗篷 又好像跟蝙蝠有些關係 可以變蝙蝠 所以不是很正確嗎? 不,等一下那個男主角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厲害? Because I'm Batman 你不死啊 Because I'm Batman I'm Dracula I'm Dracula Dracola OK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講哪套戲 其實那套戲的英文名字 我就不太記得了 我只記得Dracola XXX 很長 只有古拉XXX 是一站 現在的戲名是流行的 總而言之就是 香港就譯了做血魔降生 而台灣和這個很強的國家都譯了做永咒傳奇 永咒 OK 對啦 Forever Spell 對於我來說 這個就是Dracola Reboot OK 他根本就是Reboot了整個故事 說什麼?我真的沒有看 也還有手輪 也希望不要揉太多 但是 以下是一個劇透時間 如果怕劇透的話 是直接跳 你可能需要看完之後再聽 這樣會比較好 難道對嗎 我不知道我後面會不會突然間不小心 一個不幸運爆了一點點 這樣就不太好 OK 自己留意吧 但是放心 這個跟荷里活一貫很多電影一樣 是有續集的應該 正常 他已經留了一條線 吃開一條水 沒有理由不吃掉 我想大家對這個 德古拉這個人物 也有一點點的認識 我想怎麼也聽過吧 對啦 因為德古拉這個角色 在過去很多電影裡 都出現過 一九二幾年拍到現在 Dracola 二幾年那些我不管 那些 我不知道上一輩 再上一輩 可能我有份拍的 OK 至少我到現在 我應該看不回 也不會再看 我想情況是這樣 如果你說怪獸 以怪獸為主題的電影 OK 我想吸血鬼應該是最多的一種怪獸 吸血鬼 其次就是人狼 第二應該是人狼 第三應該是異形 異形算不算呢 不要緊 這個詞 再做一些統計 是的 如果怪獸做主題的話 我想 應該說 Vampire 一定是最多的 也都體驗了我們這個 五夜騎士團的旗票舞極限 我們都 OK 節目一開始 我已經告訴你 我是會拍續集的 你看看我們幾人 真的 真的 那這個故事裡面 就把德古拉這個人 變成 為何要變成吸血鬼 這件事 就把他 英雄化 認識化 和美化 Epic 其實我發覺近來 很多荷里活電影 都開始走這條線 之前其實 我掙扎過 會不會在之前 Season 1的時候 會講這個 黑魔猴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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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也是 reboot了這個 奸國美麗化 是的 將他背後的故事 他的背景 淒涼化 淒美化 這樣去成就這個 這麼黑暗的故事 我想 有個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潮流 一定 將一些 傳統的 或者應該怎麼說呢 潰脊人口的 經典 奸國 是 重新塑造 將他人性化 他 後面其實他也是美麗的 將他人性化 讓大家去接受 他這麼奸 那個奸不是那麼奸 那麼徹底 他奸得來有原因 反而是一路以來 傳統 就是奸國 傳統那個奸國的對立 就是那個 那個 我們叫做 正派 反而在背後 其實是奸的 才是那個奸國 黑化的原因 我已經想說 這個 聖騎士 其實不是聖騎士 而聖騎士 打的那些叫做 黑格 黑格其實並不是黑格 為什麼會定性為黑格 其實他背後就是一個很差異量的故事 沒有的 我們現實的世界是這樣的 現在你分到什麼 黑社會和警察 不是 我分不到 我已經不太會分 我想 左階背後也有些原因 不是 某報社門口有人 即是警察去宣讀這個 法庭的禁制令 但竟然可以有人 是撕爛的 放在地上也可以 啊 然後沒有人抓 那裡很厲害 幸好你現在不是在清朝 你試試撕爛的聖旨 放在地上 我告訴你 真是 啊 好厲害 真是厲害 所以我想不通這些 我完全想不通 那 暫時不用想通 放心 這些東西和這部電影一樣 是有續集的 你放心 新聞的東西都我跟你追不到 還有現在一看要看幾個電視台 看一段新聞要看3G 對 跟當年 89年6月4日那段時間 我一樣 我們不會看一份報紙 一定是看一份 六七份 OK 一看就看六七份報紙 但是我找到一些 和吸血鬼有關 我不是只有德古賴 因為德古賴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比較代表性的 最經典的 但是他也不可以代表所有的吸血鬼 其實吸血鬼還有很多 他是第一隻 所以不代表是所有的 所以他現在是第一隻 但是他 我又要劇透一點 唉 真的沒辦法 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他不是第一隻 噢 即是跟原裝 Dracula的小說 是有出入的嗎 有些已經出入了 因為在他對照 因為我現在集中說回那部電影的背景故事 在他對照其實也有一個類似是 這個吸血鬼的角色 而在戲裡面的那些教士 那些修士都叫得出 那一隻都是吸血鬼 即是說吸血鬼這個詞語 是早在德古拉之前 已經有記載 還要有很多很細節的定義 甚至乎怎樣去對付 即是說那些教士已經知道 這種東西的存在 也研究過這種東西的存在 是的 但是他正在說 全世界只有一個 噢 OK 是不是很恐怖 OK 不是這樣殺難得只有一個 但是怎樣呢 他就只有一個 即是全地球只有一個 但是你居然可以對他 有一個這麼深入的研究 但是你跟我說 那裡所有的人 在他門口都出 即是進去那個山洞都出不回來 你的研究資料是哪裡來的 嗯 很卡爾巴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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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卡爾巴 只能夠說 你的教士難道會問米 不奇怪 是 他說的是中世紀時代 是 中世紀時代的教士 是會問博 問米 問博 他們是祈禱問神 神會向人有所啓示 可以的 OK OK 成立的 成立 但是總而言之 但是 甚至乎 他連究竟那個 那個 所謂的 被傳染的那個人 我用傳染這兩個字 吸了人血味 他都會分辨 即是 你被傳染 但是你沒有吸人血 和你被傳染 和你已經吸了人血 你這樣都分得到 沒有 一個導友吸了毒之後 醒神了 毒印相 然後 很潮的樣子 你分得到的 好可怕 他用那個方法 是我想 出乎意料的 怎樣出乎意料 真的很出乎意料 我這裡不穿那麼多 總而言之 原來你是用這個方法 來試他 究竟有沒有吸人血 你厲害 這樣 道具 是很普遍的 但是 他這樣拿來分 我就覺得 你這樣也可以 好奇異 這個方法 總而言之 大家有興趣的入場 看 我麥克風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去不去看 不過你也是不怕劇透的人 我不怕 這個是跟劉德華說的一樣 你就算知道無間道說什麼 你都要去看 因為好看 除了這個 得古拉的這一套戲之外 其實一路以來 吸血鬼都算是一個 主流電影 一些商業電影 很常用的一個元素 我想吸血鬼這種怪獸 本身比較吸引 是的 因為其他怪獸 主要都是恐怖 嚇人 攻擊性強 吸血鬼 有這些特質 但是 還要加帥哥 對 加上帥哥 嘩 這個還 什麼 殺了 對 你什麼都可以 大哥 你又好打 又漂亮 又好身材 大哥 你去哪裡找 你說你要搭馬 你又搭馬 你要什麼都可以 厲害 你威風了 你威風了 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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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最深入民心的一套 吸血鬼電影 就已經是Twilight Twilight Eddie已經是無敵了 他不是害怕光 原來他是因為 在光線下 會閃 會變成一個人肉disco 非常波的 他不是害怕 傳統以來 吸血鬼怕太陽 會燒孔 不是孔 是溶 溶 如果陽光是溶 強光 他們有可能會灼傷 對 就是 Harmful 但是去到現在 有很多 除了Edmond 這一澤民之外 這個血糖之外 有很多 特別種種 不怕陽光 你進入電影世界 你不改編到他不怕陽光 很難拍的 你整套都是晚上嗎 Underworld就是 要不就要這樣 繞夜沉浪 我剛剛找資料才能記起中文名字 繞夜沉浪 這個Underworld Twightlight 有一套不知為何情人節大台很喜歡播放的 《驚情400年》 《吸血鬼驚情400年》 懶是長情 懶是浪漫 你做什麼 對於人來說 人很難保持一段感情400年 因為你的命沒那麼長 除非你找到兩個星星教授 星星教授不是人 但是他不用吸血的 他是外星人 如果你是外星人 吸血鬼 或者其他種族 那你的命和人類不同計法 當然 所以對於吸血鬼來說 經成400年黑癡 隨時是千歲 有說 因為 由德古拉最初是十九世紀 即是一八嘟嘟年 去到現在這一代 其實都是二百多年左右 你知道 在幻想世界裡的吸血鬼 就不止德古拉 在德古拉前後其實也有 即是一個民間傳說 我不算是電影 民間傳說其實在德古拉之前已經有類似的角色 但是去到德古拉就真真正正是第一隻叫做Vampire 而見得人的樣子 見得人 對 因為之前大多數 歐洲說的吸血鬼都是一些屍體 一些屍變 他們是會在一個模糊地面 最低限度是導有樣子 你看到他你肯定不會覺得他是個帥仔 肯肝子 凸子 去到頭 長手指甲 長牙 簡單來說是一隻怪獸 人形怪獸 是一隻人形的怪獸 去到德古拉才開始 我真的 很難要欺負女 她能欺負女 解決到女 很好 是拴著去咬 OK 咬著來撬 都可以 這些五部曲的東西 次序任牌而已 咬完再檢查都還可以 其實吸血鬼這個角色的定位 開始由19世紀一路下來 都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的變化 大 最初的吸血鬼是怪獸 真的是怪獸 即是看電影也是 早期的吸血鬼電影 即是二幾年拍 基本上就是一隻怪獸 即是你看到他是想兜錘下去的 你看到他就覺得 嘩 好噁心啊 嘩 好醜啊 嘩 好噁心啊 算了 那些字不亂用了 嘩 好噁心啊 嘩 想搭一錘啊 即是慢慢去到現在 就已經變成一個 專門拿來吸女人和吸女人錢的工具了 簡單來說就是林峰 OK 林峰 這樣吧 都算是 可以播老牛 有資格 跟羅仲謙 有資格 報老牛 跟羅仲謙 其實 回到原本 不要說太遠 先回到原本 其實吸血鬼這件事 都挺令人好奇 因為在定義上 他都做到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 你的所謂的定義是什麼 即是他一些日常生活 雜性 第一 雜性 明顯就是他會吸血 是 所以才叫他吸血殭屍 但是人是不會突然吸血的 正常的人 OK 是的 除了某一些喜歡吃韭菜豬紅的朋友之外 那他是吃豬紅 吃狗紅 吃豬紅 吃雞紅 狗紅之類的 但是他就不是去吸人血 是的 即是那些是熟了的 OK 是的 即是煮食了 它是食物來的 根據Twite Lite的定義 那些叫做素食性的腳趾 吸動物血的 就叫做素食 素食 素食性的那些 你打擊 你殺生 你不要理 OK 總之他不吸人血 還有有很多不同的異能 像你這樣說 如果包括這個帥哥人形 就已經是四段變形 小說裡面 就是原裝最早期那本Dracula的小說裡面的形容 吸血殭屍可以變四種形態 第一個是帥哥 大家知道 是 穩食毛 然後可以變蝙蝠 可以飛 有很多動畫裡面 大家會看到 就算是非常卡通的動畫 你也會看到 那些是Cartoon 不是動畫 是Cartoon 連芝麻街裡面的那隻都可以 都可以 它是變蝙蝠 數數目的那隻 OK 還有就是它可以變狼 這個是有一點點詫異 這個是很多人會把吸血殭屍和狼人撈亂 是 因為這兩種怪獸都可以變成一種正常的狼型 是 即所謂Wood Form 它可以變成Wood Form 當然啦 其實作用只不過是 你正常人跑得沒那麼快 變成狼覺得快 為什麼 正常人兩隻腳跑 你可以變成一隻腳 還有多一樣 臭角 即Sense這些 因為你只是一隻狼 還有就是 人形的吸血殭屍是控制不到狼的 但是變成狼的吸血殭屍 才能控制到其他狼群 OK 它真的跟狼人沒有分別 其實我相信是一些傳說 大家互相抄襲 互相參考 才會變成一個小說作品 尤其是現代流行的文化裡面 基本上 有得吸血鬼的作品 一定會有引狼 還有一定是打 媽媽都不認得 有細心 你不打 沒有東西看 你可以合作 合作 合作做什麼才可以 大家有不同類型 但又相似 跟很多瘋狂科學家一樣 他們要 同時 他們要統治地球 大家欠地盤 這些可以是合作 來的 隨便再構思 慢慢寫劇本 因為在我的認知裡面 吸血殭屍於Undead 不死系怪獸 難死一些 有特定的方法消滅 所謂不死系的意思 即是他之前已經死過了 其實他已經死了 你明白嗎 他已經是經過死亡之後 才可以變成的一種生物 OK 所謂不死系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他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而是他已經死了 死過一次 跟喪屍喪滅 其實他已經死了 OK 狼人是屬於Lipophore 是一種生物 真的是生物 是變形獸 或者叫半獸 在哈利波特裏面都有 除了有狼人 有熊 可以變成熊 還有半老虎 那些都有 他們那個形狀除了 全動物形狀之外 可以變成hybrid形狀 有三種 跟喪屍喪滅是不同的 狼人多數看到的都是hybrid 即是多數出現的都是hybrid 其實它的hybrid是最好打的 那種 是 戰鬥模式 是戰鬥模式 等於偉機來的 是戰鬥模式 是那個模式 是那個模式 但喪屍喪滅其實剛才說了蝙蝠和狼 它還有一種 那個變形 其實現在的電影的方法少用一些 因為多數都是以變蝙蝠來頂了這個位置 對 頂了這個位置 但其實是氣化 你想一下氣化 即是什麼都沒得看 沒有視覺效果 不是 有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爆拉淡就是這樣 即是無敵的 這個方面 打你不到 對 但你也打不到人家 我知道 這個方法是走路的 那我變蝙蝠就可以了 好像現在 它是變成群蝙蝠 不是變成一隻大蝙蝠 你變成蝙蝠 空氣正快 甚至乎 吸濕大蝙蝠 它不是濕 不好意思 抽油煙機 這個字 沒有 就是吸塵機 吸塵機 我忘記看過一些尾版的動畫 即是一隻Cartoon 以前在加拿大看的 它真的說了 如果吸塵機變成氣霸之後 抓那個人 是用吸塵機來吸塵 就抓住了 在那個袋上 吸塵機有個袋 即是它舊式的 美國那些 即是有個塵袋 即是吸了一個塵袋 OK 即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捉鬼敢死隊 算了 那個Cartoon 我忘記了 我是說了Fairies 但我忘記了 名字是什麼 是一些搞笑的 整套Cartoon Network 都是那些 Cartoon Network Cartoon Network 但無論如何 吸塵機的傳統 就有這四個變形 還有你不說 我不知道它還有一個禁忌 我想真的沒有人記得 禁忌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 它不可以在天空中 對 陽光 白光 怕這個蒜頭 其實是大蒜 大蒜 它說的是大蒜 不是蒜頭 所以我肥媽拍的蒜頭是沒有問題的 那些是沒有用的 那些不夠厲害 它是要大蒜 一圓粒 非常大 那些是 即是如果大家有去過那些餐廳 有時候西柱會怎樣做呢 就是把大蒜的頂 切了 讓它裡面的蒜 即是有一點點凸出來 有一點點燃了 整塊加糖之後放在一個路上焗 焗完之後拿出來 就是跟著剝皮吃 這樣 拿來做拌菜 其實挺好吃的 雖然很大的味道 是啊 因為 你吃完不可以嘻嘻嘻嘻嘻嘻嘻的嘛 不可以走過一些流動的水 這個真是很少聽 不可以走過 running water 所以有河流 不可以在上面經過 不可以走過去 不可以走過去 在水上飄也不行 不可以間水 所以它一定要變成蝙蝠 飛過去 OK 其實蝙蝠的形式是用來這樣用 都是過河的 純粹都是過河 對 過河 過河 也聽聞過 有些結界 就是西洋的法屬 結界 是用來圍吸殭屍的 就是用來混著它 是要做水槽 水槽裡面 有些聖水一直走 那它就可以什麼 嗯 那它可以飛走 當然它用其他方法 令它不可以飛行 OK OK 這樣吧 同時它不可以用氣化方法 來飄過 為什麼 因為它氣化方法 溶了進水 氣化方法 其實它是貼地去的 OK 即它不可以飄到很高 即它要飛就始終要變蝙蝠 對 要飛得高的一定要用蝙蝠 OK 這樣吧 沒有的 你一個墨頂的一個墨室 你變成蝙蝠又怎樣 撞開它 蝙蝠怎麼撞開 除非你弄個銀頂給它 即是我又不明白 可以用法實遮 遮頂 是 但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吸血鬼會怕銀 怕銀 這個其實我又覺得是小說 或者是 尤其是去到遊戲 是 因為它這次裡面都有 給它一些弱點和弱點 你才會有刺激感 是 即是傳統廣級的殭屍都很硬 你把劍一一刺下去 是它不痛的 是 是 還有你的劍會斷 或者是你的劍會斷 會斷 這個如果交換遊戲的語言 就是它有Damage Reduction OK Damage Reduction Reduction 就是 如果有一把劍斷下來 我覺得它會扣五點血 OK 那你的Damage Reduction是五 這輩子你都不會把劍的 是 不會到 就算不彈刀也好 插十刀也好 根本它一點都沒有傷過 是的 但是如果你有銀武器 那你當然會給它一些弱點 那你那個玩家才會有癮的 最低限度 我去武器商店買到一件銀武器 我可以放得進去 OK 即是沒有癮 都明白的 在角色的創造上 你總要給一點點弱點 你強要Superman也有個黑氣石 如果不是是沒有癮的 主角不陷入危機不好看 你覺得Superman已經很完美了 又帥仔又會飛又什麼 你什麼都可以 那你給它一點點弱點好不好 是 其中這個弱點 就成為了這部電影中 一個很重要的場口 銀製品這個道具 也成為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不怕透明的 不怕透明的 它是因為 它變成半吸血鬼的時候 噢 就是沒有完全 半血鬼 就是在變的時候 半血鬼的時候 因為它怕銀 它要用它老婆送給它那隻銀戒指 有什麼動就要拿著它 就是你一拿它就會 好像燒傷的那些效果 那些效果呢 就是用來原良恥骨的作用 就是怎樣 就是用痛楚來令自己回復清醒 就是怕自己變成吸血鬼 因為它很怕 它經常看到它老婆 就會看到它頸部的大動物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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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那些超級能力 就是多得太厲害 其實是一個Imbalance的角色 去到最後我其實都有研究過 究竟有吸血鬼的世界會是怎樣 去到最後你會發覺 因為吸血鬼的屬性 太強 是令到這個世界的平衡崩壞了 來到最後一定是吸血鬼主導的這個世界 除非他們的道德情操真的那麼高 所以他們要是伯爵 是貴族 貴族不代表他們是好人 要擺到他們那麼高 貴族絕大多數都是迂腐 當然特首也不一定是好人 對了 大家明白 總之 他說他自己沒有說謊 他說 對話 第一節就差不多時間了 很快 其實都還沒說到入獄 下一節回來跟大家說一下本地的事情 有很多關於吸血鬼的事情都還沒說到入獄 但無奈何時間有限 我們不像吸血鬼那麼長命 人生苦短有多少十年 所以 我相信我們的節目是可以跟吸血鬼比美的 我們可以到200集的 是 但是我們不能去200周年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能我跟你有生之年 已經發明了一些藥 我跟你可以變成Vampire 是啊 最重要的是什麼 帥 其實我也有點迷思 什麼迷思 因為西方的吸血鬼 其實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 這個中國的殭屍 有一點點像 當然很明顯是兩件事 兩件事 殭屍真的比較一些 吸血鬼就是 我不管他怕不怕太陽這些老 但很肯定的是 起碼他有一個人 應該有的智慧 他的IQ跟正常人差不多100度 但是殭屍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沒有的 他們只是聽那個道長和那個鈴鈴而已 對 還有 其實殭屍是不用吸血的 中國殭屍 對 不需要 他們只不過是聞到人的氣息 會撞上去 所以 那套戲的trailer都叫你 全港人要停止呼吸 引氣 對 那套三絲鬥什麼絲 三絲鬥什麼絲 三絲鬥什麼絲 Jessica絲 真的鬥Jessica絲又不錯 我也想看 另一套戲 變了 另一套戲 越說越多 為什麼我會提起這個殭屍呢 因為你一說到吸血鬼 在香港 你想起兩個名字 第一 千機變 How the Hong Kongers think it's the worst Yup OK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12000元 How the Hong Kongers think it's the best 最高架架和最低架架 最高架架等最低架架 我想說一下 尤其是在香港本土 以前有很多林鄭卿先生拍攝的那一堆 殭屍、殭屍先生系列 但是很可惜林鄭卿先生就過世了 現在就有很多名人開始想回到熱潮 畢竟這也是香港獨有的一個題材 其實是中國大陸不准拍這類東西 馬來西亞也不准拍 我很怕以後連香港也拍不到 我想也不會的 這個我不擔心 OK 這個我不擔心 千機變裡面其實他在說一些脫離殭屍 其實真的是吸血鬼 就是陳冠希 他說的是Vampire 對 Vampire 其實在裡面就空想架構比較多 他想到很闊 對 我不知道怎樣有個王族 他有王子這些人 他在裡面想賣的都是英王的明星 這個很明顯 還有第二集有恩子丹 我記得 好像是 第二集居然可以請到恩子丹 這個比較出奇 沒有的 是為動作元素卡 因為大佬 這個吸血鬼電影 你除了看靚仔之外 或者靚女 你第二就是 你一定是看特效或者看動作 可以吸血鬼 你沒有理由沒有特效 沒有動作 我不是在看二十年代那些 那個Dragula 或者叫奧洛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有特技 只不過不是現在的那種特技 現在的特技就是CG 那個年代沒有CG 用其他方法去做特技 為什麼 但是以前沒有特效 沒有動作 不會那麼多 不會那麼多 最多就是看到她和 你看到德古拉和那個女受害者 會上演這個宮廷的追逐戲 即是那些皇帝和妃嬪在戲戲 即是那些皇帝和妃嬪 但是沒有了下半部分 這個我不明白 或者是電影公司的問題 千機變及其逐集 比較上是真的吹於劣評 你找些不懂得演戲的人 作為一套戲 作為一套戲 它根本就不算是一套戲 是的 不過算吧 只不過是某集團想做一些 出貨而已 即是做一些事情去宣傳一下 他自己的旗下藝人而已 是 這些是特技來的 我明白的 他的心思不是放在那裡 很正常的 他的藝人也不是每個人都拍到戲 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拍到戲 唯有自己拍到戲 那就拍他們 對嗎 對嗎 什麼都好 給他們的經理人 去推銷一下也好 Demo Reel也沒有怎麼推銷 對嗎 不簡單而已 Demo Reel也要拍一下 就是 當MV拍吧 對 另外一套 香港人是看得拍了首獎的 前兩集 第三集 就是 嚇 這樣的 這樣的 就是因為監製 天道英才 我發覺 天道英才 是不是天道英才 如果不是這樣 那你沒有經典 真的 因為我和薑絲 我約會一同二 最重要是有什麼呢 是有萬爾文行道文集 對 還有運天照 大家先過幾個月前 至一年前 經常翻播 電視台也經常翻播 你深夜沒什麼睡覺 你都應該會看得回 就算不用深夜 他好像是用來頂大台其中一個節目 播放 基本上大台做什麼特別的節目 他覺得有競爭能力的話 他就會對回這部 我和薑絲和我約會出來 我想從播都不止四次 肯定不止四次 肯定不止 但真的OK 他所謂我和薑絲有一個約會 裡面有薑絲 即是陳啟泰 以及雲天照 其實他們真的像vampire 多過像薑絲 是vampire 是vampire 明顯是vampire 他能夠把林晶英先生的道長這個角色 這個身分 放下去 放下去一個42寸長腿的姐姐上面 對 這個我想已經是一絕里母都不看了 沒有就不看了 OK 然後還要出這個漫畫版 原來他有出過漫畫版的 我最近才記得 但那個漫畫版我從來沒有見過 好像在漫畫展見過一次 我也是在那個電視台 我也是在那個電視台說過 我才知道 但我從來在那段時間 沒有在報紙攤見過 我和薑絲有過約會的電話 那些漫畫 我反而見過我和春天有過約會的漫畫 我問你死了沒有 是 這麼厲害 怕不怕 怕得震 我覺得這個系列 是成功地把中國的道士 和殭屍的文化 和西方的吸血鬼是perfect match 看得過癮 你不要說陳啟泰和尹天照的特技化妝 你要明白那個電視台 能夠出錢化到這個妝 我覺得已經算是這樣的 還要有梁榮忠做這個魔星 當年 你想想他這套是80年代的 90年代 90年代 是90年代的製作第一 第二就是這個台資源的問題 明明90年代的東西都變成80年代 令你弄錯所有的東西 只能夠用80年代的科技去做90年代的戲 對他來說很大 但是反而在這裏會看到 其實做Research或者做一個角色設定的同事 真的挺有心的 編劇也好 編劇也好 編劇整組 我只是編劇組 應該這樣說 編劇組是做得功夫不錯 做得足 而且我覺得是原創 在裏面我真的找不到他 他當然會抄襲一些當年很Hit的題材 2000年摩星誕生 或者99年摩星誕生的這些題材 他會在裏面有 但是在劇情 角色各方面 我都看不到他是有一些抄襲的成分 其實全部真的是原創 這個挺代表香港人的 還有他夠膽死去玩 這個女窩創世的 原來女窩也是吸血鬼 這下真的是 服氣又是吸血鬼 我真的猜不到 還有很多東西 例如吸血鬼底下 吸血鬼吸血鬼的 其實是刺一等 那些所謂的傀儡 你要聽她說 即使你不想做也好 你也要聽她說 這個設定在裏面也有 這個他只知道要做一族 只要吸血鬼 因為吸血鬼應該是有這樣的能力 尤其是強的吸血鬼 即他的血量是強的 他可以咬一個人 但是不吸光他的血 即是吸兩口 然後令到那個人變成 叫Spawn 應該有另一套美慢 是叫Spawn 其實是同一個字 再生俠 是的 Spawn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他是中了某一種毒咒的人 那Spawn的吸血殭屍 其實他們已經變成吸血殭屍 但是他有一隻Spawn的關係 所以他要聽他們的宗主指揮 即是咬他那個 咬他那個 而強的吸血鬼是可以製造到Spawn Spawn可以再咬另一些人變成Spawn 即是不只用一把口去製造Spawn 咦 這個是塵壓式推銷 沒錯 絕對是塵壓式推銷的方式 但只有強的吸血鬼 或者政府廣告都說他們是吸血鬼 是的 是的 反而在本地其實就會把吸血鬼和殭屍這兩樣東西 開始會混為一談 當然我想告訴你 其實是有一個很基礎的分別 絕對 絕對 一個是有智慧的Undead 一個是沒有智慧的Undead 如果你問我中國級的殭屍 其實跟外國的怪獸有哪種比較接近 我反而覺得是喪屍 喪屍 才是比較接近的類型的怪獸 OK 大家都是沒有什麼智慧的 是 聞到有人的氣息會衝過來咬他 中國那些就不是咬的 還會跳過去 是跳過去 他不是咬他的 但是外國的Zombie就是咬人 都會咬的 其實薑屍不一定會咬的 但他會封過去 他會封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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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胸 他會卡住有起色的地方來跳 這個是傳統的 但是他的攻擊手段是怎樣 僵屍就是 appointment 真的在手指甲 手指甲斬上去 是脫下方的 匿路 還有處逐步 那樣是屠來的 他是暴cin的陀魯 他只需要伸開兩隻手之後 轉就不一樣 是否有背後 悔慮 喪屍不是這樣 喪屍是衝來不斷咬或爪爪爪咬 但是就被人斬的手腳也好 繼續捏不斷咬 對 硬著硬著咬 如果沒有手就咬 被人斬的頭就用手腳在爪爪 喪屍看看可不可以再開來 因為這個圈子裡面 就是我們五夜騎士團的圈子裡面 都很喜歡喪屍 是非常我 蠍子王 首先我完全不抗拒 挺過癮的 這種怪獸 而且是一個很好的爛攪體 因為他真的弄得爛了 無論在性質上 屬性上 還是具體上 他也是爛的 明白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中國的殭屍通常穿得很帥 通常穿官服的 其實那裡是獸醫 OK 但是很像 但是這個外國的喪屍通常是爛生爛世的 通常都是 骯髒的太爛生爛世的 這個主要分別 但是性質上是相似的 大家都是不死人 大家都是沒什麼老 對 大家都是以這個本能行事 對 對 他的本能是怎樣就怎樣 就不能改 不會分析 不會去想 但是吸血殭屍很明顯地是 會想事情 對很明顯 放天佑經常都在想怎樣找將神出來 對 怎麼可以懶惰將神 他說懶惰將神就可以還他自身自由 我不知道西方吸血鬼的vampire會不會都是這樣 那些年輕人可以處理好 他就可以自由 我不知道 好像有類似故事 對 有類似故事 但是我不太記得 有類似故事 是很難的 對 總之就是萬爾文那一套 對 除了這些之外 在這個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類似吸血鬼的生物出現 不是那些怪獸 是不是真的生物我都不敢說 其實 有些就是傳說 傳說而已 其實是不是真的生存 沒有人知道 比較難去推敲 的確是有的 一種比較 經常都會在YouTube上看到的 就是這個 怎麼讀 你說是菲律賓 菲律賓 哦 AS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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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比較熟悉的怪獸 原因是我做過一些特輯 圍繞著這個怪獸 我再說一個故事 ASWANG是甚麼 首先說 菲律賓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甚麼 我去樓後我又不記得 其實它每年是有一個ASWANG 折 蛤 是啊 其實是那個地方出來的一種怪獸 傳說怪獸 而流行到一個程度 是變成了一個旅遊的重點 OK 有一個ASWANG折 即是你跟我說 泰國有個飛頭港節一樣這麼奇怪 可能是因為那個地方的旅遊業 不是很蓬勃 即是不足夠蓬勃 連ASWANG都要拿出來 所以拿出來玩 其實它是搞到甚麼 就是萬聖節 它有點像萬聖節 其實有遊行 那些人假裝ASWANG遊行 怎麼假裝 這裡可以說ASWANG究竟是甚麼樣子 第一件事 ASWANG是女性 一定是女性 一定是女性 男性是做不到ASWANG的 Legend裡面是沒有男性的ASWANG的 可不可以告他姓滅騎士 是傳說 你告幾千年前發出傳說的人 你怎麼告呢 你先追溯到那個人 OK 其實你追溯不到那個作者 你沒得告的 好慘 為什麼男人看不到ASWANG ASWANG是一種 是女性 一定是女性 日常其實基本上 跟普通人是沒有分別的 是 日常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普通人 是一個普通人 晚上 他們就會去到一些深山夜靈 他們可以上半身和下半身分體 分體 記住是分體 OK 即是他有一隻高達 高達中間有一個核戰機 他沒有核戰機 OK 你就當是高達上半身連核戰機分離 是 OK 下半身就會留在深山夜靈 是 上半身有雙翼的 背部會生雙翼的 而手指甲他們會長長了 OK 他樣子也會變得極度的真靈 啊 是 然後有尖牙利齒的東西 然後就會飛離開他的下半身 出去找人 抓人來吸血或者吃咬攻擊之類之類 OK 這些就是ASWANG 但是有沒有距離 你遙控飛機也是遙控距離 究竟有多遠呢 很遲 是很遲 是視乎ASWANG的能力 OK 即是你的電波強一點就可以去得遠 可以去得遠 總之就是一晚可以來回 一晚可以來回 對 對 對 你不要日後你還沒回去回看 這樣就死了 不然就是會溶的 OK 他也是會溶的 是會溶的 還有相傳就是說 如果你在深山夜靈 看到有個下半身在 你想上半身死 很簡單 灑鹽 沒錯 就是把一包鹽淋在下半身 那他也不用 不 他的下半身就會溶 會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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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半身就不能合體 到最後也要等到日出 不要緊 你走 然後 我想你在深山夜靈 看到下半身 不見了上半身 我想你無論如何都會先報警 你會覺得他像兇殺案 多於是ASWANG 因為你雙腳都站在那裡 下半身不是跌倒了 是站在那裡 那應該 好心就是什麼 那怎麼辦 那些ASWANG都要聰明一點 你看到一個動篤棋的下半身 誰都知道你ASWANG 你怎麼都坐在那裡才分體 那我起碼還是覺得 有人有兇殺案 有碎屍案 然後就有一群警察圍著 唱Happy Birthday 然後就已經有兇殺了 OK 你動棋的誰都知道你什麼事 因為我看過一些短片 一些菲律賓電影的片段 是有ASWANG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 因為菲律賓人是拍很多 有關ASWANG的電影 我也見過 我也見過 其中有一個鏡頭 就是講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 在樹林裡見到ASWANG的下半身 然後他就拿包液給他審下去 OK 然後下半身就溶了 那下半身沒有知覺 那下半身就躲在椅子裡看 OK 那小朋友是不害怕的 那下半身就回到沒有下半身 但是太陽出了 然後就溶了 OK 如果當年有Youtube就好了 現在你在Youtube也有找到這些片 我也是在Youtube看的 沒有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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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人拍到真的 現在Youtube說拍到真的 那些ASWANG的 你也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起碼有得看看 OK 不過這樣 我就聽過一個故事 聽過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由 我講完名字不要緊 因為很出名的師父 師父法政師父跟我講 OK 那就是有關他一個 他也是在東南亞 留下不少腳毛 當然啦 白程師父 其實他曾經試過是 估計 他見到的應該是ASWANG 就是在酒店的窗 即是他去做事 去拍攝 那就是晚上半夜三更 有東西在窗外面拍 拍了窗 拍了窗 拍窗 那他不知道是甚麼 師父法政師父 害怕 那他不害怕 但是不知道是甚麼 不知道是甚麼 那他看著 嘩 即是未見過這些東西 嘩 飛頭鋼 即是他第一個下意識 嘩 飛頭鋼 飛頭鋼都可以拍到你的窗 不是 即是他見到只有半個人 在那邊飛 那他當然是 即是用他的方法 即是人見低頭 鬼見腹地 那些 然後走了 那一隻 不知道是甚麼的東西 他跟我說是見過的 那另外就是 有一個故事就是我在以前 以前 陰家人電台做的時候 是 一個聽眾給我的故事 是 親身經歷來的 OK 他就說 他以前是曾經 就是僱傭過一個菲律賓的工人 這個很普遍 香港很多人都有僱傭菲律賓工人 那這個工人跟他 即是工作了十幾年 那大家都很熟 即是熟到一些好朋友 那 有一年 突然間 就是菲律賓工人跟他說 我不可以再 即是 續約了 一定要走了 他要回去他自己家 要幫他姊妹 即是他家裡的姊妹 即是親姊妹 親姊妹 一些事情 詳情不可以說太多 他一定要回去 沒有辦法 那就 唯有 放他回去 給他幾秒 他走 有一次 這個聽眾 他就去到菲律賓工幹 他就約回菲律賓工人 即是吃飯 正常 大家在酒店裡 正在吃飯 吃飯吃到一半 突然間菲律賓工人 有個電話響 即是所謂的電話年代 他聽完電話之後 他就叫了一個等待員 問他拿了一包東西 問他拿了一包東西 然後就說不可以再跟他這個前老闆 繼續吃飯 要走了 要走了 一定有些事情做 那我就走了 沒辦法 那我就去到 我有沒有看到他去到 即是分開了 那他回房 這個前老闆 好了 但他回房之後 他又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他這個菲律賓工人的朋友 就是這個姐姐 他給了電話 他就說 不行 他說 我一定要上一上來 你放 好了 那我就上回房 他就說不要緊 當跟朋友聊天 上回房 做什麼鬼 他說其實 他幫他姊妹那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有Hatswing這種事情 搞他家 OK 他原來是一個法師 蛤 那個姐姐原來是一個法師 蛤 那各位聽眾 我不知道 沒得問 但我很擔心各位聽眾 有沒有叫那個邪姐炒飯 哈哈 即是大家聽開 但我不知道究竟這個 是真有其事 即是真的有人遇過 還是一個urban legend 就是這樣算 但是很多菲律賓的一些姐姐 去炒飯的時候 都有兩首準備 其中一首是 周其勝出血 無論如何 我不知道 這個姐姐 有沒有炒飯 但這個故事繼續下去 就是那一晚他就 在前主人的套餐 睡 就是他睡在地上 OK 半夜三更 這個聽眾自己說 半夜三更 他又是遇到和法領師傅 同一個情況 又要拍槍 拍槍 即是他看到一聲聲 什麼事 即是他原本不是很 他很懷疑的是什麼 但他說 越拍越大聲 什麼事 大風 什麼事 拉開槍這樣看 他又是看到一隻 動物 只有半個人的動物 有翼 在那裡拍槍 好 那個姐姐當然是醒了 那個姐姐 接著就拿了 他之前問那個 刷員拿的一包東西 原來是一包疑鹽 一包粗鹽 就是 開槍就扔出去 就是殺出去 一包鹽殺出去 那隻東西 被鹽殺到之後 就大喊 接著飛走 OK 還要大喊 大喊 即是在他的形容裡面 是尖叫 接著就飛走 OK 他說自這班東西 他才知道 哇 原來這個姐姐這麼厲害 即是原來我是師傅來的 OK 如果有阿玲玲姐 在你家裡幫你洗衣服煮飯 你也挺害怕的 然後無緣無故到新年之前 又跟我說 你今年記得穿什麼衣服 那個學校有什麼時候 其實我是師傅 這個 這個是我以前 聽過這麼多的 所謂的靈異故事 我覺得是一個最有趣的 是 還有 所以我說 這件事 這件事 比較 網絡 就好像 真的 猛一點 爭靈一點 還有 好像實在一點 因為 我就聽回 這個 都算是 我的朋友 那樣的 他說 他 不是社工 來的嗎 不是 不是 不是社工 放心 我的朋友 就說 他菲蓉的朋友 菲蓉的朋友 OK 他菲蓉的朋友 在菲律賓 都很轉折 對 在菲律賓 就被人 鞠了 喔 被人鞠了 被人鞠了 因為 就是懷疑 他是 ASWANG 蛤 這樣也可以被人鞠 菲蓉 跟我的朋友說 其實這些事情 在菲律賓 是事有發生的 有人會被人懷疑 是ASWANG 然後被殺 是 喔 是 這個 我想 在菲律賓 人當地 其實都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 再加上 這些 這些 電話 一些證人的親身經歷 濃上了一種 比吸血鬼更加真實的顏色 我自己有這樣看的 其實我自己聽過的 所謂親眼見過的 案件 不少的 有關ASWANG 反而 吸血鬼的梦牌 真的沒有 是沒有 我就是幾年前在電視看過 所謂有的 其實都是假裝 假裝 在電視看過 見過蒙面超人 這些 阿維三母的星期六都看到了 當然還沒睡醒的時候 是 但是 那個情況 ASWANG 真的有不少人 親口說是目擊過 是 有很多目擊證人 所以我相信這種怪獸 是存在的 最低限度是存在過的 應該會是 是不是真的存在就不知道 但是有存在過的 而ASWANG 据我所知 就真的存在過的 存在過的 好像是後來 菲律賓區那個省的政府 覺得這件事太恐怖 這樣真的很恐怖 覺得這件事太恐怖 所以是不讓ASWANG繼續搞的 所以也是一個傳說過 即使想搞也好 省政府禁止你不讓你搞 所以不能搞 就是這樣 那 這些這麼恐怖 無緣無故突然變了這麼恐怖 變了靈異節目 不好意思 我們其實是說英雄 我們是說得古拉 我們是說吸血鬼 不是說ASWANG 但是好像 緣不斷 無緣無故說到ASWANG 因為太遲 又懂得飛 吸血有什麼 那也是 第二節 又差不多夠了 其實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ED Form OK 吸血鬼來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真的可以買飛入場看 我覺得 因為這部影片是值得看 我會覺得我給這個價值 你是正價 我是正價 2D OK 兩個D 不是3D 不是3D 我看了75元 我覺得可以的 也都為這個 德古拉添賞了一份 淒美與正義的感覺 對 而且你要看那部電影 才會明白 為什麼他會出續集 OK 對 你只看續集 就是難搞 OK 你不會明白 或者是這樣 兩部都不進戲院看 等他出合成的DVD 或者Blue Ray才賣去看 他們要看第三集 Boxet一定是Trology 到時是Boxet第三集 唉 等下 大家 有什麼想我們說 或者想聽我們說的 都可以在common那裡留下 對 我們在facebook 在facebook的fans page 不是 group 不是fans page 是group 是group 告訴我們 下一集說什麼呢 下一集你就知道 下一集 為了 還要有 請 諷悶 是 斷